大家好 我是小屁 台服天堂M12月6號的更新消息出來啦 影片開始之前請記得訂閱小屁YouTube頻道 並且打開小鈴鐺 首先是這個六週年紀念資源獎勵 這個是12月11號的早上指點才會發放 台服天堂M的開服日期是2017年的12月11號 那這個就是給大家六週年的紀念獎勵啦 它會直接發放到信箱 是一個六週年的紀念祝賀禮物箱 打開的話可以獲得六週年紀念硬幣60個 然後六週年紀念蛋糕6個 這個就是龍水 接下來是綜合包箱1個 綜合包箱的話應該是高級娃娃變身 聖物抽各6抽或各11抽的 救護證書6個 然後戰鬥資源箱6個應該是戰捲龍珠那個 祝賀鞭炮6個這個有可能是附魔強或是戰捲之類的吧 又或者是單純就只是放起來嗨的 然後高粉6千個 12月11號上午10點前創立的角色 OK它沒有限制什麼等級之類的 每個帳號只能領一次 接下來是the void的這個稱號 這個持續到12月13號 7th pass拿到這個充滿虛空氣息的箱子放在身上的時候 你就可以套用這個稱號了 當然要手動開啟 那開啟之後可以獲得減傷加1跟減傷加2%的這個效果 再來是試驗副本的獎勵強化持續一個禮拜 這段期間60等以上的角色 你如果每天完成一次試驗副本的話 就可以獲得一個感謝禮物箱 那這個感謝禮物箱 就跟上禮拜的東西一樣 保底勝水這樣子 世界王獎勵強化活動持續一個禮拜 那這個禮拜一樣是60等以上的玩家 打死世界王一次就可以獲得一個感謝禮物箱 這次的簽到更新的話 為什麼會這麼早出來 這一次就有一個解答了 好那這邊來講的話 第一天第8天第15天第22天第29天 都是6顆龍鑽 然後2到6天9到13天16到30 23到2730到34是葉子600格 基本上都跟韓服一樣 都是直接塞葉子給你 第7天是特殊魔法娃娃覺醒Coupon 第14天的話是特殊變身覺醒Coupon 第21天是特殊魔法娃娃合成贖回 第28天的話是特殊變身合成贖回 第35天是聖物合成贖回 第35天之後都是給你700頁 然後連續簽到50、20的話都是給你四瓶選擇箱 1、2、3箱這樣子 然後四瓶選擇箱是手環印章、戒指耳環 第30天就給你一個服蝕藍色的 天到一樣是可以花1200藍鑽 7的倍數的天數拿到不一樣的東西 第7天就是給你龍珠跟戰捲15天的 第14天給你33抽高級聖物抽 第21天給你硬幣選擇箱3幣的 然後2835的話就是給你抽卡包製作品證 8張T件的部分昨天就已經有公告這個區間 如果你還不知道的話還可以暫停來看一下 接下來是齊岩城商人的交易品 持續到12月20號 1490台幣的販售 內容物的話有三箱特殊抽卡券選擇箱 那這個特殊抽卡券選擇箱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 他打開你可以選擇你要特殊變身 特殊娃娃或者是特殊聖物 都是保底藍積率子的東西 接下來是齊岩城商人的憑證1個跟龍珠300個 齊岩城商人憑證的話可以來選擇特殊抽卡券選擇箱 然後4個的話你也可以直接來做這個 稀有變身卡箱 稀有魔法娃娃卡又或者是綜合神秘卡選擇箱2箱 那憑證8個的話就是剛剛上述的這些卡箱 都是可以進行選擇的 然後其中綜合神秘卡選擇箱 他是變成英雄的 那綜合神秘卡選擇箱的意思就是 可以選擇變身娃娃或是聖物 再來是巴洛德的硬幣補給箱持續到12月20號 2000藍鑽內容物有抽卡包製作憑證1個 高粉3000個跟4幣選擇箱5箱 還有一個製作憑證 製作憑證一樣是可以額外的花500鑽來製作 所以總共最多可以16個憑證 那製作憑證8個可以撞一次110萬變身或娃娃幣箱 大成功是200萬 失敗的話是70萬 又或者可以撞一次100萬米域 大成功200萬失敗60萬 兩個的話則是可以撞70萬變身娃娃幣 失敗的話是11抽神秘抽 8個也可以來做一次50萬聖物幣 一個可以做一次5萬聖物幣 然後兩個可以來做高粉箱3個 硬幣選擇箱3幣箱2個 16個一樣是可以來撞之前的紅卡 或者是那個點數 這個我就不念過去了 那這邊的亮點就是 你今天一個憑證就可以來做一個聖物製作硬幣5萬 500個藍鑽就可以拿到5萬個聖物幣 那你1000的話就可以拿到10萬 就等同於你1000藍鑽開10箱都是1萬的 這周末製作的部分有這個24000變身娃娃幣的機率製作 然後這個的話是要撞機率的 我記得機率是只有一%啦 然後這個的話不建議去做 除非你真的就是想要拼拼看 加6水晶的部分 但是他是要用4瓶保護卷250個 才能夠去做一次 並且他是機率失敗的 徽章也是可以 240萬可以來保底選擇紅變 然後12萬的話又是最高級抽 最後是閃耀的變身魔法娃娃卡箱2000藍鑽 內容物的話有11抽高級抽 11抽神秘抽 跟一個巨人娃娃製作書 兩個是可以保底做一個藍色的 然後每個招要限制購買兩次 再來是閃耀的變身卡箱 一樣齁就是高級11抽神秘11抽 然後白金變身卡製作書 那這兩包的話基本上 是CP值非常低的 那我覺得他出這個應該就是 主要就是給你這個白金變身卡 跟巨人魔法娃娃卡製作書給你用吧 因為有些玩家可能身上就只有一個 那你要兩個才能做一個藍色的 12月13號維護後也將開放 一般跟經典伺服器之間的移民喔 再來就是移民也是常態性開放 好了那以上就是這一次的 台福天堂院12月6號的更新資訊 看起來下禮拜就是 按期六週年大改版喔 如果你還有任何的新的消息問題情報 也歡迎在這部影片下方留言 記得訂閱小屁YouTube頻道 以及把這部影片分享給所有喜歡玩天堂M的朋友們 小屁LINE的社群也歡迎掃描加入 我是小屁我們就下次見 大家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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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